这是一场100公斤 现在看阿斯塔提这个进步很大 对 阿斯塔提这个拳啊 又快啊 线路也更多一些 是的 加勒南也不要太大意了啊 这个场况气势当然很关键 哎呦 很清晰很干净啊 但是要知道阿斯塔提是很擅长 这种在游走当中的拳法 这两人 哎呦 哎呦 这个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 通过中药条理 重回男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甚至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 574993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二十至四十分钟 武身壮阳 严实祝国 彻底告别 快男软男 记住微信 574993200 比较劲儿来了 比赛 比赛 输得有点不担心 手臂受伤 但是阿哈迪这后直拳啊 钻的还是比较渗透性很强的啊 是 你看前手也是 控制的不错 控制的不错 加冬南想把阿斯哈迪压到这个角落 逼近了打 对 但是阿哈迪步伐移动真是很快 3 3 5 5 哎呦 这个阿斯哈迪不能给了 再打头 是 哎呦 加冬南这拳很重了 抡上一下 够阿斯哈迪这个 哎呦 你看 现场观众的这个情绪啊 也被刚才双方在互相比赛当中 包括局间休息的时候 互相挑衅给点燃了 对 这两个人今天啊 哎 这互相就斗上了 这种比赛看的还是比较有意思哈 对 除了击战术之外啊 还有情绪上的一个顺势 对 这就是我们职业比赛 它可以包含很多你 除了技术之外的一些 呃 能给观众带来眼前一亮的一些东西 是 现在加冬南有点够不着阿斯哈迪这种感觉 对 哎 你看这 加冬南啊 始终是想把这个阿斯哈迪往绳脚啊 或者围城边上来逼 但是呢 阿斯哈迪就转出来了 哦 连续的表演性质很强啊 对的 我看这个阿斯哈迪是不是 左眉弓已经转了老高啊 应该是被阿斯哈迪的拳打的 对的 因为这个比赛呢 只是打三回合 如果拳击比赛啊 多的一些 呃 像有金腰带跟得到十几回合的 这个美股很利魄的 是的 那双方身体的轻撞啊 哎呦 刚才一个拳手摆拳 追击的时候 阿斯哈迪在 躲过前两拳三拳的时候 最后一拳一定要注意 现在加冬南每一次的主要进攻啊 这个 持续的这个拳数会更多啊 是的 你打出三到四拳四到五拳 哎呦 不要转身 哎不要转身 这是什么情况 哎这是阿斯哈迪自己的问题啊 哦对 哦现在加冬南的左边的迷攻啊 侧面看总的圈有点高啊 是 哎呦 这是第四局 阿斯哈迪表现不能够再延续第三局下半段那种状态了 是的 应该提起镜头来 是的 哦 哦 这加冬南依然是冲得很满 对 效果都很大 好联系前路之前 这几拳都是把整个身体压上去的 所以效果有了 哎呦 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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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加冬南很聪明啊 用搂抱啊 化解了阿塔迪的主动进攻 非常严重 最后十秒钟顶住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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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放下来 对 一直是很快的节奏 特别是阿斯哈迪这个动作输出的频率啊 简直是没有停过啊 是的 所以 体能上的考验相当的强 中间在第四局后半段的时候 阿斯哈迪有几次啊 呃出现体力不支身体都没有棒 腰都直不起来 对对对 支撑自己的战力都已经很困难了 刚才这是连续两次直拳啊 打的这个加冬南 加冬南 靠近省脚 这次全场阿斯哈迪唯一给那个 加冬南这个重击的这个机会啊 对 哇 哎呦 看 昌盛 但是 我们的时间 你 看 感谢观看